今天进村来收茶子 这家老人家说有一点 过来看 已经收了几百斤了 在外面 你要屋楼啊 都是老人家 他们不方便搬 什么呀 不能买啊 哦 这家老人家坐着啊 蛤 这家老人家坐着啊 嗯 哦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 就这一袋 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家 他每天就捡一点 捡几天就得一袋 今天收了600多斤 这老人家跟我们说他家有两袋 我们过去盛 又得几百斤 这一车子里装满 就只能装个六七百斤 所以装满又拖回家 然后再进城来收 我到处乱问老人家在这边烤火 又几百斤 又几百斤 来 茶籽油 又是茶籽油 小小个的 真的好小 有些就像老鼠死 羊死那么大 羊死 这几天一共收到了这么多 这里有2000多斤茶籽 因为今年太干旱了 比往年都干旱 每一家的产量都不高 有一些老人家就是半袋 或者是一袋 以前他们一家可以得十多袋 现在就是一袋 产量缩少了很多 拿来炸油的话就不好炸了 他们就直接卖这个茶籽给我 要不然往年的话 他们都会留一些自己炸油 今年实在太低了 产量太低了 所以都拿来卖掉了 都卖给我了 现在还没有开炸 等到过两天 炸油管开炸了 就拿去炸了 看 这是我们这边的茶籽 可能跟很多地方的茶籽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茶籽是自然脱落的 颜色会有点黄 很多地方的茶籽是黑黑的 我们这边是黄的 而且我们这是老品种了 所以个的很小 小小的 有的叫小纸茶油 有的叫珍珠籽 有的叫落地籽 有的叫老品种 很小一个 圆圆的